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第三杯了吧 喝太多不好 我真是咸的 跑这儿来吃醋 我的车 姑娘 你这手够重的 我这车停这儿都往前去了一米了吧 发动机没坏吧 对不起啊 这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您怎么不是要小心点呢 您说个数 我赔 啊 姑娘 我看你那儿长挺漂亮的啊 那个 要不然这样 咱们呀 先加个微信啊 赔车的事呢 咱微信里聊 好啊 好啊 我跟你说 姑娘 就我这车你还真未必赔得起 不过我呀 一看见票小姑娘 我心就软了 正好我们要出去吃饭去呢 要不咱边吃边聊 林凯瑞 没问题 别着急 我先忙正事 这是我 林狗瑞 你怎么知道我这外号的 加上微信啊 以后咱们谈了 诶 许晏实 你干嘛呀 做我女朋友嘛 啊 什么 勉强啊 别别别 等会儿 急糊了是吗 原来她就是迪卡尔女朋友 什么迪卡尔 就是之前用迪卡尔曲线追的那个女孩 比我还老的套路 我也觉得 不过 你刚才是不是撩了人家女朋友 许总会不会 我是她老板 她能把我怎么样 就冲我刚才多行不义那种行为 我给你倒杯酒 我给你倒 不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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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喝这杯就行 倒是你 林狗瑞 单身的就多喝点 暖暖你那颗被伤了的鞋 坑啊 不是 我说许总啊 你看看你是不是也得 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 隆重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位迪卡尔女士 那晚向明昊在一个房间 来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向远 向远是吧 我们可算是把你给判了 林总 久仰大名 不不不不 我们是对你久仰大名啊 小迪卡尔 是这样啊 你要是再不来 我们可就集体买机票去西安看你去了 我们倒要看看 这女朋友是何方神圣啊 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啊 某公司项目的技术 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许总 就为了能够挤出时间 去跟你约会 那真的是熬了好几个通宵啊 可把我们给感动坏了呀 行行行 不开玩笑了 那今天我就提议呗 为了欢迎我们许总的女朋友 向远 来 不好意思 欢迎 地图声渺小的一天 不觉不觉把我们脸成仙 在宇宙一万光年外 多少个星星在等待 此时的凯盛 就像第二个维宁技术组 有人不论在哪儿 永远都能护出自己的样子 叶石 你看 今天我弟妹来了 给你一个机会 炫把缝 今天这桌菜 徐总请喝 好 来来来 赶紧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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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不够再点 晓月 来一下蛋 你是使用我使用上的 是不是 徐总 乖 我跟他们再聊会儿点 一门 没事 真的假的 来 来 我给你带了 来 一号包箱 买单 好的 总共是两千六百三 您在这里签一下字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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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 没有密码吗 这张卡是副卡 需不需要密码都可以 目前还没有设置过 又动了 又动了 这是我公司给我租的新房子 上下班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 卧室在里面 留给你了 你坐一会儿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坐在这里 在车面看 白鸡 medios 里面 您会想给你 转发 您应该会这么多 您的医生 您回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么晚了谁找我啊 你 想我没 我你的骗子 还得生气 你老实说 叶思青是不是喜欢你 平时不是看你挺机灵的吗 看不出来 你是不是在暗爽啊 打击报复是不是 泡醋坛子了吧你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 要不然你在泡河吧 我去洗个澡 那我回去了 看不出来叶思青喜欢林凯瑞 也应该看出来 林凯瑞喜欢叶思青吧 那他为什么要拿你咖啡啊 那咖啡本来就是 林凯瑞卖给叶思青的 他们俩之前有点小别扭 叶思青不肯要 林凯瑞就给了我 谁知道我刚要喝 就被抢走了 而且 那张卡我本来就想射你命吗 谁信呢 好 好了 这回见我妹 华鲁 他突然跑来找我 是不是工作不太顺心 许燕士 你反应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慢了 我请你两天假 陪陪你朋友 行 别老在屋里待着 逛逛街 看看电影 哪怕去一家逛逛家剧也行啊 说不定以后结婚都能用上的 早 这么宽 要不要再睡会儿 才不要呢 跟你在一起还睡觉 多了 真的 真的 我现在你看 还可以跳舞台雷呢 东莞一对感情兵威夫妻 在妻子演习芭蕾舞之后 感情尽死不自然 丈夫回应 威夫妻感情生活注入新鲜血液 是保持婚姻的长久之计 好 你干吗 不是沙发芭蕾吗 跳起歌看看 许燕石 你真的是 affairs 不闹了 吃点饭吧 吃饭带你出去逛逛 约会啊 你想去哪儿 吃饭看电影逛街啊 跟你在一起干什么都行 你去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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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你去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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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你健康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